海軍隊員對著巡防艇前方那兩艘鐵殼漁船 大聲廣播開警鈴驅離 兩艘大陸漁船 兩艘漁船都掛五星旗 確認是中國籍漁船 海軍隊凌晨三點就接到漁民通報 台中港外27里有中國漁船越界 早上六點在新竹香山外海四十里 發現這兩艘 七點將它們驅離到領海基線外 二十四里的地方 下午一點又在台中松博港外三十里 也就是領海基線外十七里 發現另外兩艘中國籍漁船 兩點時將這兩艘中國籍漁船 趕到領海基線外二十四里 本隊近期發現中部海域 使有大陸漁船試機越界作業 為保護我國海域支援 海巡隊將不定期規劃 聯合威力掃上行動 根據海巡署統計 去年一到三月 全台共驅離三百零一艘越界漁船 今年到三月十二號為止 就驅離了三百四十九艘 至少增加四十八艘 中國籍漁船越界案件增加 頻率也越來越密集 二月十四號金門海域就發生 中國籍漁船為了躲避海巡查器翻船 三月二十號又有七艘中國籍漁船 以避風名義躲在七美南方海域 趁機作業 被海巡廣播水泡驅離 三月二十五號 一天四艘中國籍漁船越界 卻沒有捕撈 越界漁船全台趴趴走 像在打遊擊一樣 入侵我國海域 海巡署隊員 批譽奔命 華視新聞雙翔之君台湾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